比如說BMI剛剛是輸出的時候會有小數點 一堆位數 那比如說我今天85Enter 175Enter 這個會到小數點 那如果今天希望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就好了 那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其實如果你們以前有用過那個 這個Excel的經驗的話 大概就會用幾種方法 一種是什麼呢 這邊有去除減少小數位數有沒有 那另外的話還可以用插入函數 函數裡面的話有一個叫run的函數 我記得好像在那個什麼run的函數裡面應該是在數學裡面吧 在數學三角裡面有個叫run的函數 那你可以用那個run的函數去把它取到小數點這邊有個run的有沒有 那其實在Python裡面也有類似的做法 那應該知道差異吧 如果你用上面這種方式的話 它只是格式上改變 裡面的值 並沒有變化 只是你表面上看到是到小數點第二位 可是存在Excel裡面 還是 後面位數還在喔 但如果你用run的函數喔 它是真的把你的裡面的資料改成到小數點的第二位喔 這個是表面上看到這個是實際上變的 那到底在Python裡面也是一模一樣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在Python裡面 要做格式化 比如說我今天不要這樣 第一個你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 run的 你會發現剛剛好 它的名稱也是run的 所以你可以在 bmi前面run的 $0.2 後瓜糊 用法其實跟在Excel裡面呢 並沒有兩樣 也是一樣的用法 有沒有OK 那這樣用完之後的話 執行 那比如說我剛剛輸入一樣的值 你會發現喔 85 Enter 175 Enter 小數點到第二位 但是你會發現它會四捨五路 OK 那用run的用完之後 它的存在那個Python裡面的 這個變數喔 就會是真的四捨五路喔 那另外還有 第二種方法 還有第三種方法 後面兩種方法都是 在Python裡面 有點類似Excel裡面那個什麼 減少小數位 格式上面看到的喔 那為什麼會有兩種啊 反正它就提供 更多的方法讓你選擇啦 不過我是建議啦 你不要 最好是 兩種一定要會記著 記著一種 你不要兩種都 都學 但最後 兩種都記不熟 那就麻煩了 那所以呢 當然喔 這兩種 做久了 再來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第二種就是print 比如說我一樣喔 打一個P 然後print 對不對 print BMI 理論上一定會先輸入這個變數嘛 但是我要格式喔 第二種就格式 格式裡面喔 有分兩種 一種用百分比 person的符號 去做格式化 一種是用format的函數 做格式化 那person那個比較簡單 可以格式簡單的東西 那format可以格式 比較複雜的 多複雜呢 我剛剛有給各位看到 雲端上面喔 下面有個補充表啦 其實這些就是一個說明 所以回去你對那個 這個是用person Person大概就只能格式這五種 常見就是如果字串的話是S D的話呢 就是整數 F的話呢 就是符點 大概會 不過這兩種比較少用啦 什麼用ASCII code 比較少 無符號的這個比較少 幾乎都沒有 大概就是這三個用比較多 那format的話呢 他會用 大瓜糊取代person 然後能夠格式化了這麼多 比如說甚至還可以補零 還可以補哪一個字有沒有 還可以補 還可以做什麼 這些有的沒的 所以format相對於 那個person會可以複雜的 比較多喔 所以兩種方法都可以 只是說 format 如果你要做複雜的 你用format 如果你要用簡單的 你用person就好了 最好兩個都要熟啦 因為 像證照考試題目 都會用format 所以如果你format不會你delay 大概就 做不出來 不過也沒有很複雜 大概就熟練就可以了 我來做一個看 第一個喔 輸出bmi 如果用person的話 或者你可以慢慢記熟那個 那個固定的sop吧 我的習慣是在前面先按兩個空白 移到前面 先加一個person 意思就是說我的後面的部分 是資料來源 就是那個變數 前面的部分 兩個空白為什麼 因為這個加一個person 表示中間分格符號 前面呢就是告訴他格式是長什麼樣 那格式長什麼樣子的話 一定是 雙引號的自串 所以前面這個是他的格式 那格式呢一定是 也是person開頭 如果你要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就是 點 2f 點2f意思是說我的小數點到第二位 的flow 所以你就是幫我格式化 如果你要整數的話 你就persond就好了 如果你要變自串 就是persons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的 點2f 好 這樣就ok了 這樣的話意思就是 把它格式化成什麼 格式化成這個 所以 它的概念就是說 中間加一個person 前面是格式 後面是資料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的話呢 做出來結果 理論上應該會跟剛剛一樣 有沒有 一模一樣 但特別注意喔 Round是真的已經變這樣 但是如果你用person 看起來是這樣子 但是裡面上的資料 還是 有一堆的小數點 這個是方法2 這個 我是建議啦 就是知道 應該不難 但是要熟練 有人會 但是知道 老師講過 但是我忘記了 尤其是 其實 什麼時候會見真章 真的 就像你做到 那個考試 的時候 正在考試的時候 沒有任何參考 你也什麼都沒辦法參考 你打得出來 而且打得快 才有辦法 拿到分數 像真的 很多東西都見真章 就是 考了試就知道 不過我們這邊是沒有那麼殘忍 直接就說 我們下一次來考試喔 上個禮拜的東西 全部再打一遍 如果打錯的話 就 不過這也沒有什麼學分啦 我覺得你學會比較重要 所以 第一種應該很簡單 比較簡單 第二種 可能要稍微記 第三種 那會更複雜 其實一樣打一個printer 對不對 然後一樣BMI 這個都一樣 那只是說那個 百分比的 就是用format怎麼做 一樣會有固定SOP 那個SOP的話 不然你們先做這兩種好了 三種全部講完 我看全部都搞在一起 這裡的話 就是先試試看 尤其是person這種方法 他中間加 這個流 畫面先還給各位 待會我們再來看 format format其實非常的重要 以後如果你要輸出資料的話 都會需要加format 這個有點像Excel裡面 你要把某些儲存格的資料 改成哪一種格式 到底一樣 如果你不會改的話 那當然 以後 那個Excel裡面 就會 感覺 其實就沒有 那麼好閱讀啦 所以 基本上 請各位先試一下 前兩種方法 待會再來看 第三種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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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